今集《沖線背後》 繼續訪問前練馬師 五壁拳、拳哥 拳哥1983至84年成為練馬師 2012至2013年的馬季退休 雖然到最後一季 拳哥依然取得34場頭馬的佳績 可以說是寶刀未老 中環馬圈30載的他 曾經訓練過奪得打比大賽的有料到 以及通靈及時移出 兩批馬王級的名驅 不過今時今日 拳哥最出色的馬仔 一定是他自家出品 兒子五彭治 Pierre他由低造起 憑著努力不懈 短短八年之間升了四級 年紀輕輕的他 就成為蘇寶羅馬房的副鏈 有份訓練有型格等等的名驅 模糊他爸爸寄予的厚望 同時他亦證明了 自己除了是五壁拳的兒子之外 亦是一位肯薄肯捱的 80後副鏈五彭治 每個人身上總會有大大小小的標籤 只有一個說字 標籤只會越貼越緊 憑著自己雙手 用行動去證明 你的標籤自然會掉 歡迎各位觀眾收看錄音闖鎖 我是賓仔, 黃冠斌 爺爺, 你問美琪姐 玩東西, 黃冠斌 認真點做節目吧 很大的官威 之所以叫你當大姐 一定有原因 因為早幾天才看到你 和一眾鑽石級前輩 在金像獎台上出現 捉見你地位非凡 那就要感謝主辦單位 雖然我小時候入行 不過我現在還很青春笑額 真是感謝你資料提供 和溫馨提示 你今年幾歲? 32 繼續吧 不過這樣 我覺得你不應該對年紀和數字 太敏感, 這位朋友 因為這樣, 年紀從來都不是一個問題 像他這樣, 他是一個好的示範 是一個好玩的 第五 練馬師文家良的主帥 現年49歲的毛詩爾 上星期日 就憑著測騎來自文家良馬房的家喜 以及隨宇石馬房的快武擊 以兩冠一壓一跪的成績 力壓同樣贏得 兩場頭馬的華直騎師何宅堯 成為當日的騎師旺天播 毛毛果然報到未老 第四 這個賽日的兩場焦點賽事 就是香港二級賽 短途錦標和主席錦標 其中1200米的短途錦標 由來自呂健威馬房 柏寶拆騎的幸運如意 直到以強勁衝刺力壓華欣廷 成功碰杯 而1600米賽事主席錦標 就由來自高東尼馬房 國能拆騎的美麗大師 以超過一個馬位贏馬 第四 明晚的夜賽將會在沙田馬場 的泥地跑道舉行 今季暫時贏出最多泥地賽事的 練馬師徐宇石 明晚就會派出多匹賽區上陣 其中第六場 這隻藍天保馬 今次將會打黃牌出戰 這匹馬過去在泥地 1200米的賽事 表現相當穩定 四次出戰合共取得 一罐、一啞、一電的成績 今次再次挑戰首本路程 表現又會如何呢 至於另一個焦點 就放在同場的對手之中 就是來自容天鵬馬房的 營利進馬 這一匹馬 今季三戰泥地 一千二百米賽事當中 全部都跑入前兩名 而營利進馬 過去都試過 在泥地夜賽跑入前三甲 今次可否繼續保持水準呢 記得留意 明晚賽事就自有分曉了 第二 年度馬壇焦點大賽 愛比類王杯 將會在4月24日沙田馬場舉行 在早前舉行的 獲選參賽馬匹名單公布會上 十四匹參賽馬的名單正式揭中 我們有全球 我們有14個跑者 包括香港的最後三位勝出 全都由香港 設計上自己的軍隊攻擊 他們全都回到這年 所以這次是香港的興趣 女王杯在全球一百大一級賽中 排名第九 今屆本地賽區 將要面對七匹海外強者的挑戰 必定是一場精彩的賽事 大家到時記得為港隊打氣 第一 有時候命運這家真是很珍貴 舉個例子 就像最近榮星做馬主的丹爺恩子丹 他跟蔡家棧有隻愛區叫宇宙車神 上一仗就在跑馬地的夜賽初出 雖然有整班星級打氣陣容 全部人都來打氣 不過可惜最後無功而玩 不過這樣,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來到這一天的沙田日賽 宇宙車神就在貝湯尾的跨下 開行Turbo 嘖嘖聲在直路賽上輕鬆贏馬 等等 為何在海船門 只有馬房工作人員呢 原來丹爺和蔡家棧都有事在身 所以沒有入場 紅島這艘愛區拍第一張頭馬照 不過做人機的,不要緊 反正宇宙車神的表現這麼好 日後一定會有很多機會 4月的時候 澳洲會舉行一個叫做 女王伊利沙伯錦標賽馬日 你猜猜在哪個馬場舉行 首先第一個就是沙田馬場 第二就是新西蘭紀念馬場 以及蘭域馬場 我猜這個新西蘭 蘭域馬場 蘭域馬場 好,答案公佈就是蘭域馬場 當日會有七場的分級賽 而其中四場是國際一級賽 而這四場的國際一級賽 分別就是澳洲橡樹大賽 草上女王錦標 色尼杯和女王伊利沙伯錦標 說到這個女王伊利沙伯錦標 各位觀眾值得留意的 就是上屆的冠軍無飯區 因為這屆他要爭取衛免 同時也可能在他光榮忍退之前 最後一仗 所以記得留意4月9日的比賽日子 如果可以贏到這些大賽 真是人生的成就 人生的成就來自一份紀錄 以下下來的這個紀錄 我敢說是最厲害的 不要賣關子了,快點開股 是一份世界紀錄,去片 2015年,沙田馬場舉辦了首屆 同心同步同樂日大型社區嘉年華 比香港市民寬度復活節之餘 還邀請了過千名中小學生 攜手製作以進馬為主題的 巨型手指文畫作 擦身健力士世界紀錄 今年我們再接再例 邀請近千名中小學生 合力製作全球最長打氣子圈 實行同心創紀錄 宣揚體育精神,發放正面信息 我覺得我們整班是打氣子圈 我覺得很團結 我好奇就等下過多久 多過25個子圈就要拆過 拆過的時候容易拆爛一個那種 但是由於這樣就落下了一個子圈 其實每個子圈都很重要 為了太即將出戰巴西奧運的 香港運動員打氣 同學們都把握這一次難能可貴的機會 齊心協力在字圈上貼上鼓勵語句 為運動員送上祝福 都貼了一些貼紙下去 就是一些打氣的話 我們是一名勝利 我們是一名勝利 我們永遠不放棄 我們是一名勝利的 有自己的自經城 終點在網 這些字條和字眼都是送給運動員的 其實聽就聽說別人支持我們 但是越靈勤這件事很少見 尤其是在滑浪風潭上 因為其實其他人很難下手去支持我們 但看到這一刻也挺觸碰的 沒錯,這個滿載正能量的子圈 除了象徵著大家的打氣聲之餘 更代表著我們團結一次 就可以剃造歷史 今天你並沒有完成 整體的項目 在前面的項目 在注意力量 你還會有22,648連結 我可以證明 破壞了現實現的 Guinness World Record title Congratulation 3,745m 每人做很少事 但外面就已經可以創造一個十二紀錄 其實都覺得每人少少的力量 已經可以做到很大的事 我首先覺得活動 其實他們可以知道運動的精神 可能是有些人會想合作的 有些可能是永不放棄的 他們剛才我見小朋友都很努力 很努力地去製作 這樣也展示了 算是一個體育精神的一面 藉著這次機會 希望同學們 不只可以遇學習於娛樂 更重要的是 將當中的體育精神和精能量 帶回到社區和家庭 大家同心同步 攜手共創更好未來 很感謝蔡馬會舉辦 今天這個運動 亦可以令到多些市民 認識到我們香港的運動員 希望大家對我們香港運動員的支持 目前就北限於3745米的長度 希望接下來的奧運會的時候 香港的市民都可以 一起去支持我們香港運動員 體育精神一定是對 小朋友成長很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要在失敗中學習 如何去站起來 每天反過來 我們達到自己的目標的時候 得到那份喜悅 其實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經常和我兩個女兒說 就是我們一定要嘗試去參與運動 除了健康方面 其實在人的發展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真的隔著螢幕 也感受到小朋友的熱性和精能量 這麼小就打破了世界紀錄 大了豈不是不得了? 不得了的又點戰這群小朋友 下一節回來的嘉賓更厲害 因為連馬王他也訓練出來 誰? 就是前練馬師 五碧拳,拳哥 一會兒回來 他還會教我們怎樣選一筆好碼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拿筆筆出來抄下學習吧